巴黎奥运会正赛第三天的赛程已经是完全公布 今天我们也与大家来进行一些分享 主要分享的还是中国队在今天的重点比赛 那么在今天的话呢 中国队的比赛还是比较多的 像咱们的羽毛球队的双打小组赛 混双男双和女双的小组赛将会在今天全部结束 淘汰赛的名额将会正式产生 而拳击柔道中国选手 也都将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登场亮相 包括国拼啊女排啊 也都会有第一次在本次奥运会亮相的选手出现 那么我们总结这么多的比赛来看 有五场焦点大战是大家不容错过的 依次按顺序跟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就是18点钟网球的女双比赛 郑清文和王兴渝的组合 那么两个人的话在这两年的网球比赛里边 是表现得非常出色 郑清文成为了李娜之后 中国女子单打网谈的代表人物 中国女子网谈目前最炙手可热的明星球员 而王兴渝的话 名气可能不像郑清文这么大 但是他的双打水平是非常高的 此前也是拿下了大满贯比赛的冠军 这次两个人首次配队参加奥运会 可以说也是承载了中国网球迷非常大的希望 是很有机会去站上奥运会的领奖台的 第二场值得关注的比赛是在北京时间 今天下午17点举行的 男子双人十米台的跳水比赛 练俊杰和杨昊这队老少佩将会去冲击冠军 这将会是跳水队应该会拿到的第二枚金牌 也是一个夺金的时刻 第三场需要值得关注的比赛就是来自于国拼了 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23点 王楚清与孙颖莎将会在混双半决赛当中 迎来目前世界排名第三的韩国选手林仲勋与申玉斌的组合 两队组合已经是交手过很多次了 虽然说在这个奥运会周期 孙颖莎和王楚清还从来没有输给过外协会的选手 但是奥运会的比赛 它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而且混双每个协会只有一队选手来参赛 所以是没有任何的容错空间的 希望两个人能够在今天晚上的比赛当中 继续稳定的发挥挺进决赛 另外的话还有一场关注的国拼比赛 与王楚清有关 也是今天受大家关注的第四场的比赛 就是王楚清在明天的凌晨两点 将会迎来与莫雷加德的男子单打第二轮的比赛 那莫雷加德的实力就不用说了 还是非常强的 2021年拿到过世拼赛的亚军 是欧洲本土青年选手当中的代表 不过王楚清此前与莫雷加德有过七次交手 王楚清是取得了全胜的战绩 应该说心理上是占据了绝对的优势的 最后也是我觉得最受球迷关注的一场比赛 就是在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23点 中国女排与美国女排的对决 中国女排从来都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金字招牌 那么这场与美国队的比赛 既是老对手之间的较量 也是中国女排在巴黎奥运会上的首秀 美国队是东京奥运会的冠军球队 实力是不用多说的 那中国女排在刚刚过去的世界女排联赛里边 也有着出色的发挥 经历了更新换代的中国女排 能够在这一届奥运会上打出什么样的成绩呢 今天晚上北京时间的23点 就会给到大家一个初步的答案